欢迎回来 这节目跟大家想聊聊 BARIO Barista Express 这台机器该如何进行清理 就特别是当它这一盏 Clean的这盏灯亮起来的时候 我们该对它如何进行一个清理 就是如何使用它自带的自动清洗 来对它的机器本身做一个清理 好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就开始我们节目吧 好的 首先希望大家没有丢弃 在你购买这台机器时候 附赠的这个清洗片和这个小碗 然后我们需要拿到 我们的Single Shirt的粉碗 而不是Doggle Shirt的粉碗 然后把这个Single Shirt的粉碗 作为这个 把这个附带的清洗碗放在上面 然后取出一片 清洗用的小药片 把它放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最后追踪效果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塞入这个机器 塞入这个机器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清洗工作 在这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确认自己的水箱 是满的 这样它才会有足够的水 去清洗整个机器 然后在这些都做完之后 记得也把自己的Trip 里面的水倒光 不然的话 待会它这个清理水出来 可能会溢出来 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清洗 在清洗之前 我们先把整个机器关掉 所以说整个机器是处于off的状态 这时候呢 你同时按住single shot double shot的两个键 以及power键 这样它就会开始 它整个清洗的流程 那么我们就来开始吧 整个清洗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大概会进行五分钟的时间 于是我就把这段影片进行了一个加速 然后整个清洗过程中 大家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 机器会进行多次的加压和放压 在这个过程中 机器也就得到了清洗 我们就静待五分钟之后吧 听到几声嗶嗶声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clean灯已经按掉了 然后它其他机器灯也都亮起来了 整个清洗循环就说明是已经结束了 在这结束之后呢 大家也需要double check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这个勺拿下来之后 看一看里面的药丸药片是不是完全溶解了 看起来这里是还没有完全溶解的样子 你可以选择再进行一次清洗 或者把清洗留到下一次 那么这就是一个它自带的一个清洗的过程 然后在这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上面这个清洗的东西拿掉之后 可以再进行几次 冲洗 把里面可能还残留了一些清洗剂 以及脏水全部都排除出来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多run几次 然后也可以把水箱再做一个清理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 它自带的一个自动清洗循环的一个过程 对官方推荐的是大概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清洗 或者是你可以等到每次这样clean灯亮起来的时候进行清洗 然后清洗操纵了就像我刚才已经展示过的 就是是一样的 然后当然这个清洗不能代替平时的清理 你对平时的这个水槽 以及这个冲煮头 以及这些蒸汽棒的清洗也是不能少的 这个清洗主要是为了能帮助你 把机器里面的水垢给清理掉 这样能保证你出来的水 出来的咖啡的品质能保持一如既往的优秀 那么这一部分自动清洗就到这里了 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自动清洗周期的一个流程 那么大家在清洗完水槽和水箱之后呢 这台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呢在这里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额外的清洗的小建议 那就是可以使用它附赠的流氧型扳手来清洗我们的冲竹头 那很简单就是用六小型扳手把冲指头的螺丝拿下来 然后把冲指头拿下来进行一个清洗就好了 然后过程也非常简单 大家就手持六小型扳手的长边 然后将这个短边的头伸入到中心这个螺母的位置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逆时针旋转 就可以把中间这个螺丝给拧下来 对了大家在进行这些操作之前呢 你一定要记得给这台机器先断电 以防有些其他的触电啊之类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简单的从边缘把这个冲竹头给抠下来 这就是大概冲竹头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内侧会有很多的咖啡垢 我们就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涤剂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就简单介绍了它整个自动清洗周期的一个使用方式 来如何去除它的clean灯的亮起 整体说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维护这台机器 好的如果还没有购买这台机器的朋友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有开箱视频和测评视频 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我以后所有的更新 和现在所有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